患就在体悟 如果你能体悟色身相位处法 总是患 言而逼色身意识 总是患 能原之心 放下 说原之心 自然空 放下 这放下的功夫 要做到禅三昧的功夫 要不然的话 你没有办法去抗拒这个生死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 佛陀设了一个方便法 就是念佛 我们知道 所以要让我们晚上不做梦 都没有办法这种功夫 那表示我们的维系烦恼 这个晚上做梦 那个还是梦中独头意识 还是第六意识的维系 还没有到法旨 第七意识第八意识还在后面 换句话说 如果你晚上还会做梦的人 那么就表示你是二地菩萨以下的 还没有办法的 没有办法的 因此有一个最好的办法 就是训习 我训习什么 就念佛 把八十六根 沿这个六境 六根沿的就是佛宝 法宝 生宝 那么六境所言的也是佛宝 法宝 生宝 所有的种子都是善的种子 都是念佛的种子 送丁的种子 都是般若的种子 再做诸位 就像陪一颗小小的幼苗一样 给它灌溉 心灵也需要给它灌溉 般若自会给它灌溉 再给它一股力量 再继续勉力 那师父赞叹大家 给你个真善 再继续勉力 所以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菩提苗 这个菩提苗 长不长 要看三种力量 一 要看善知识的力量 二 要看环境的力量 三 要靠自觉的力量 这个种子如果是死掉了 死掉了就是断善根了 一禅体了 这个种子死掉了 你再多的阳光下去 再多的水混下去 会不会成长 没有办法 这个叫做劣根性极度 恶劣的众生 很难救的 很难的 你当菩萨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世间 有很多的无奈 绝对并不是说 每一个众生都有办法 这么有善根的 要坐在底下 聆听 他不跟你抬杠 算对你很客气 真的就是这样 所以要栽培你们 每一个人的心中 哪一颗菩提苗 一定要有大善知识 才有办法 这是很重要的生命的资源 就像阳光水分 没有阳光水分 你本身有菩提苗 没有用的 第二个 要有好的环境 也就是说 你一定要交好的朋友 你一定要亲近的 三宝的道场 其他不静的地方 不要去 不要去碰触 饿油 贪生吃的油 酒肉的朋友 互相利用的朋友 放下 如果 你因为职业的关系 在某一个团体 你的智慧 跟慈悲 都应用不上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必须明哲保身 你一定要明哲保身 这个时候 必须保持沉默 慈悲 运用不上 救不了 智慧 感化不了 也救不了这个人 你在这个团体里面 都是这样 劣根性的 都是恶劣的众生 以前到晚 都是参生吃 如果你 也没办法 离开这个团体 因为你职责所在 你很想度众生 确实是不了 这个时候 你必须要保护你自己 要装容 作哑 明哲保身 如痴如呆 就装作 装像自己是痴呆 事实上 你很有智慧 可是这个 不是你显现的地方 不是你表现的地方 知道吗 不是你表现的地方 虚空不同 所以 我们要了解 底下 一飞 此属于自性 本言清静之体 并非传之使清 本来离烦恼 着固 即显为真性谱体 也非自知使境 所以本来离生时染固 即显为性经涅槃 此体一切众生 本来原济 不加造作 不代修成 故也原清静体 此体无他 即如现今 跟踪所具 原瞻不生命之性 名为世经 世经 也就是 第八意识 精明之体 就是世经 要牢牢的记住 往后听任言经 才不会有障碍 就是第八识 精明之体 原是妙明之心 就是悟到了究竟 把染除掉以后 就是妙明之心 página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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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